好 現在換我們登場了 是啊 今天做什麼 蒼蠅 對 我們現在做 它吃起來甜甜蜜蜜的 好大 酸酸甜甜的 這樣好 我們先把它 畫兩個刀 你小心手 肉片把它整個拿起來 對 整件拿起來 真的 假的 真的 這是白蒼蠅 對 對 很漂亮 你的刀工不錯 小心手 這個不會 這樣 很厲害 來 阿翔 來 好 來 阿翔 來 來 你來 OK 你滷汁 滷汁 抱歉 是會不會 我滷汁 我幫你吃汁 不用果粉吧 這個我剛剛摸你 這個它在盲背 不要把它破壞掉 對 好 這樣 這樣漂亮 對 好 這樣再拿去擠 還沒有好 還要切片 又是斜的 有十個人 我們要大概有十片以上 下一步就炸了是不是 對 就直接炸了 果粉 這個 用夠嗎 可以 可以先 用一小片看看 這樣 有那個泡泡 有一個顆的 來 不要 不要 不要用丟的 用丟的它有會噴起來危險 對啊 從旁邊 不過旁邊 不會 可是它就可卡在那裡 不會 再把它吐下去就好了 這樣嗎 對 放在鍋邊這樣子 吐在你的頭 可以嗎 小心 用這個趕快 吐在那裡 看起來就好想吃 我這個魚肉可以了 魚肉可以了 撈起來 好 我來 準備稀油紙 準備稀油紙 好 這個它是稀油的 好 來 浴竿 成功了 吃到了 來 螃蟹要切 來 接下來就是它的牛乳醬汁 醬汁 醬汁 這是番茄醬 番茄醬 糖醋就是番茄醬 很細乾 我們基本上把番茄醬 就是 攪拌一下 一匙 對 所以這個媽媽們在家 也可以自己做這個方法去做 我教你這個就直接這樣 先倒番茄醬 對 糖醋也就淋上去OK了 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要勾芡什麼 稍微把它炒香一下 炒香一下 香氣大概慢慢出來 香氣會慢慢出來 大概多這麼多 重點它有一道 重點 我們的 祕方是什麼 一定要加這一道 它那個酸甜味才會出來 真的假的 韋豬的 獨門秘方 他說不是只有番茄醬 要加這個 它的酸甜度才會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來 妳喝嘛 這是牛奶還是什麼 這老酒 我整個口罩都是了 對 養樂多 你加養樂多 對 糖醋醬裡面又加養樂多 我第一次聽到 糖醋醬 為什麼 是不是要甜 要甜 有甜 乳酸甜它會酸嗎 微酸嗎 微微的 糖醋醬會不會酸酸的 要 它就是這樣 用這個 直接夾進去了 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是糖醋魚的靈活 這個很簡單 在家裡真的可以做 對啊 料理如果是很複雜 人就不喜歡做了 對 我寶寶媽媽就不做了 有助理哦 來 請問妳來做 糖醋大醬魚 好 太好吃了 好好吃哦 好像不知道那個味道哦 怎麼會那麼厲害 跟我之前吃的糖醋醬 完全不一樣 這一進來 首先酸在前面 但是它的養樂多 那個甜在後面 對 雖然它的味道有點重 但是它完全沒有搶著 這個蒼魚的魚味道 而且它的酸甜醬 是那種有層次的 不是說像外面糖醋那種 吃到就是甜甜的感覺 它是吃前面有一個味道 然後後面又跑出一個味道 這個可以在家做耶